好 大家好 我是學長 會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功率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冷泡 冷泡系統其實學長從去年就一直在跟大家溝通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很簡單 風味也很好的一個方案 那學長今天會把影片的副會聊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冷泡系統到底該怎麼做 然後順便介紹一下新的造型的冷泡瓶 那第二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學長會跟大家聊一下浸泡系統的極限值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說 學長到底冷泡泡多久 會不會泡超過或是要磨多細 那這些問題可以在第二個環節裡面 都得到全面性的回答 所以第一個環節是比較基礎的 第二個環節就是比較進階的 如果你已經會用冷泡瓶的話 可以直接看第二個環節 那如果你對冷泡完全沒有概念的話 建議你還是從第一個環節開始看 這樣你會比較有概念 學長前面的這些都是冷泡瓶 中間這一款是像去年就開始賣的一個 比較基本款的冷泡瓶 很簡單 那這兩款就是今年的新款 那這邊是比較運動款一點點 還有一個提琵把 然後這個是隨行杯的款式 這三種款式的瓶子 全部都是做防露的功能 所以都可以丟到你的包包裡面 是沒有露的問題 就算是這個也是 這個是因為它有螺紋的隨行杯款 但是它是不會露水的 所以上面有膠條 好 那像這個冷泡瓶呢 一般來說比較麻煩就是過濾的部分 如果你用一般的傳統的方式 就是一個瓶子裡面 倒咖啡粉倒水 放到冰箱裡面 然後的確過了十幾小時以後 你可以做出正常的咖啡 但是呢你的過濾會非常的麻煩 因為你可能要拿一個濾杯嘛 把你的瓶子裡面的咖啡 跟粉渣一起慢慢的過濾 然後時間會非常非常的長 然後搞得你很麻煩啦 OK 這種呢選一個好的濾心的冷泡設備呢 就非常的重要 像學長選擇這個Reverse的 這三款呢都是Reverse的冷泡瓶 它的厲害就是濾心很厲害 它的濾心呢 可以剛剛好讓你的咖啡粉呢 可以吃到水 但是呢 細粉又不會飄出來 這是這種產品的核心重點 OK 那我們邊來做 邊跟大家往下流 好 我們今天用這個來做示範 這個是運動款的 它的濾心數稍微多一點點 它可以到550左右 最多 所以我的咖啡粉呢 可以放到32到35克 好 那我們先來磨豆子 那豆子呢 我們先用30 33克好了 多了一點點 好 33克的豆子 然後呢 我們研磨度呢 比手沖還要再細一點 所以我一般手沖 我用Felo磨豆機 一般是4.1 4.2 所以我們這個磨豆機呢 我用到3 OK 好 那我們豆子磨好 使用的時候呢就很簡單 這個口徑是比較窄一點點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用一個小湯匙 小湯匙 然後呢慢慢 也很簡單啦 大概就 30秒吧 把這個33克的咖啡粉呢 全部都裝到你的 浴網裡面 那我們把33克的咖啡粉呢 都放進去 可以看到 原則上應該會在這條線的 下面一點點 就是這個空間以內 還有33克的咖啡粉 好 然後把蓋子蓋起來 然後呢這個冷泡瓶呢 我們就可以裝到 大概是500ml的地方 不要裝到全滿 因為我 待會要把這個放進去嘛 OK 好 差不多 濾心慢慢的 不要太急 因為咖啡粉會慢慢吃水 所以你就 下去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大概5秒鐘 好 到最下面的時候呢 把這個往下壓一下 它會整個扣到我的瓶身裡面 然後呢轉起來 可以看到已經有一點點在釋放咖啡的風味了 整支放在冰箱裡面 大概呢在12小時左右就完成了 好那這三支都是一樣的系統 容量差一點點 這個大概是400 這個是450 這個是500 然後呢另外一部分就是 你放冰箱的時候呢 不要一直去搖晃它 因為 雖然它的濾網設計得很剛好 但是如果你去搖晃它的話 細粉經過震動 搖晃 它還是有可能會釋出一點點的 最後呢 放了12小時以後呢 放冰箱放12小時以後呢 就會長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是不是需要過濾 那我們這個動作呢 只是為了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欸這個冷泡瓶 確實是不用過濾就可以直接喝的 然後呢上面有個勾勾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整個濾網 輕輕的抽出來 那你也不要去擠它 你不要想說 我很節省 我想去擠壓這個瓶子 其實裡面咖啡粉 你經過擠壓以後呢 它就會 比較容易出苦澀味 比較容易出細粉 所以盡量不要去擠壓它 好 大約在4-50滴左右 大概還是會有一部分的水呢 會被吸到咖啡粉裡面 目前是冰冰的啦 如果你想要加一點冰塊 一顆冰塊 讓它更冰的話呢 風味喝起來會更棒 好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來看 做一次二次過濾 看會不會 有細粉的問題 好 好 把它全部倒掉好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 是不是從頭到的我們都沒有細粉 OK 好 全部倒完了 我的湖底有一點點 這非常非常少的細粉 一點點 如果你不晃動的話 它的細粉會更少 過濾完了 我們看到我們濾紙上面 只有非常非常薄薄的 一點點的就是粉渣 基本上呢 我們整個濾紙算是很乾淨的 OK 那這種非常非常些微的細粉 其實你在咖啡裡面是完全喝不出來的 OK 那這個就是冷泡瓶的做法 非常非常的簡單 鼓勵各位在這個夏天呢 可以盡量的可以去試試看 這樣一瓶 晚上 下班之後就泡一瓶 或者吃完飯七八點泡一瓶 隔天早上七八點上班的時候呢 整瓶拿去上班就可以 滿足你一天的咖啡量了 真的 過癮又好喝 第二個部分 是關於有點學理的就是 我們如何去調整我們的咖啡冷泡瓶 會讓你更好喝呢 那這個邏輯呢 在任何的冷泡的做法上面都可以 不光是學長的冷泡瓶啦 那我們要先去了解一下 影響冷泡的變因呢 原則上會有三大點 這三大點是哪三大點呢 第一點就是 咖啡的研磨度 第二點是你的溫度 第三點就是你的浸泡時間 這三個點呢 其實他就決定了 你的咖啡冷泡好不好喝 OK 所以呢剛開始呢 希望建議各位 尤其是第一次做冷泡的時候呢 你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為什麼呢 我們要追求你的咖啡浸泡的極限值 各位這個觀念很重要 其實不光是冷泡咖啡啊 比如說各位有塞翁啊 或是說法式綠壓壺 他們都是浸泡系統 OK 這種激泡系統呢 剛開始的時候 如果各位可以弄清楚你的極限值的話呢 對你的成功率來說是非常有很大的幫助的 好 首先我們先假設這個冷泡瓶呢 我研磨度 我今天是用菲洛磨豆機的3嘛 對不對 那你3的情況之下 冰箱原則上是一個相對恆溫的系統 OK 所以你放到冰箱裡面的時候 溫度這個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忽略不計了 因為你也不太可能去調你冰箱的溫度嘛 而且長時間來說呢 冰箱溫度都是處在一個低溫狀態 所以溫度的部分我們可以忽略不計 它就只剩兩個大變數 一個變數是研磨度 第二部分是時間 OK 所以第一輪的概念呢 你就開始要來做測試 譬如說我研磨度3 然後呢 我可能今天我先泡8個小時 那你就勤勞一點 第一輪的時候勤勞一點 我們打開瓶子裡面 稍微喝喝看 8小時喝一下 覺得好像味道還可以更多 那我就再泡兩個小時 可能10小時再喝喝看 覺得好像可以更多 可能泡到12小時 到了12小時的時候 覺得好像已經差不多到極限了喔 再多可能會苦澀 你可以第一輪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再多泡一下下 譬如說OK 12小時覺得已經差不多 味道很夠了 那我就再多泡一小時試試看 到13小時的時候呢 可能 你就發覺說 味道好像已經有一點苦味了 或是有一點口感太厚重 你不太喜歡 那代表說你的 研磨度3的情況之下呢 你的浸泡極限值就是 12小時到13小時之間 那我們可以取中間 保守一點就12小時 有這個數據以後呢 以後 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數據來做 所有的冷泡咖啡 因為這個數據不會差很多 都是相對來說比較準的 但是 如果呢 這個時候你覺得 我想要精益求精 我想要喝喝看 有沒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冷泡咖啡 或者是 我的時間上面我想要控制 什麼意思呢 舉例齁 我平常可能是晚上8點的時候呢 我要做冷泡咖啡 因為我隔天早上8點呢 我要帶去公司喝 所以我的時間是不是12小時 但今天我可能因為去吃飯 回到家已經10點了 那我是不是少了兩個小時的浸泡時間 我只剩下10個小時 可以做浸泡嘛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為了讓我的時數減少 那我可以控制的變陰 有兩個 時間減少以後呢 我是不是萃取率就不足了 如果用一樣的變陰的話 萃取率就不足了 那咖啡風味呢 就會比較清淡 就不夠味了 所以我就必須調整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就是 我嘗試把我研磨度調細一點 譬如說原本是3 我現在可能調到2.5或者2 OK 中間上司的兩個小時呢 就利用研磨度變細來去補 或者是說 我能不能把溫度提高呢 溫度提高什麼樣的狀況呢 譬如說 我可能前面兩個小時 我先不放冰箱 我先讓它在室溫底下做釋放 因為呢 室溫跟放冰箱裡面 溫度越低 它其實釋放的速度越慢 OK齁 所以如果我在睡覺前 我12點睡覺 我可以考慮前面兩個小時 我先不冰冰箱 讓它先釋放的快一點點 然後呢 等到兩個小時之後 我要睡覺了 那我再把它放到冰箱裡面 然後呢 再冰8個小時 這兩個方案 都有可能讓你 在10個小時 時間比較短的情況之下 仍然可以做出 很接近極限值的咖啡 各位這樣有聽懂嗎 所以呢 當我們弄懂了極限值的時候 你就發覺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極限值的一個 邏輯範圍裡面 開心的調整你的冷炮的時間 但是呢 我有沒有可能去調整一些其他的變數 譬如說 OK我今天覺得 我的時間我可以自由開放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試試看 我調粗一點 但是我放更長的時間 它的風會變怎麼樣 這個邏輯大家可以理解嗎 因為當我的研磨度變粗的時候 我是不是萃取率降低了 萃取率降低的時候 有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把這個萃取率補足 你可以有一個概念 去做一個局部的調整 那至於你的冷泡瓶到底是 磨得比較粗 然後放比較久好喝呢 還是說磨得比較細 但是放的時間比較短好喝呢 其實呢 每一個人的需求不一樣 因為 溫度的調整 會讓你的風味香酸甜啊 口感這些東西的釋放的速度會變得不一樣 所以呢 實話說並沒有百分之百的標準告訴你說 細膜 短時間還是出膜長時間會比較好喝 但是我們重點知道一個觀念 當我們有一個 極限值的時間點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範圍之內呢 某些動作會讓你的萃取率增加的 那你自然而然就要讓某些部分讓萃取率降低 它才會Balance 這樣才不會爆掉 像學長常也跟一些好朋友分享說 如果你想要更快速的速成你的咖啡 有沒有可能說 OK我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讓我的這個咖啡粉呢 裡面先放一點點溫水或者是比較高溫的水 OK然後呢 讓它稍微釋放一下風味之後 然後再把這個濾心放到我的冷泡瓶裡面 再讓它提醒降溫的動作 那因為剛開始的時候高溫 有可能會讓你的整體的風味釋放速度 變得比較快 這也是一種玩萃取率調整的方案 因為它溫度增加了 所以呢 學長很鼓勵各位 如果你冷化瓶器很鹹熟了 玩了一陣子 玩了覺得不錯喔 我真的很熟悉它 就可以來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要來測測看你的冷化極限值 並且在這個極限值的可允許範圍之內呢 開心的去調整一些變數 說不定的冷泡瓶呢 也可以像手沖一樣 有找到很多不同的方案 找到很多不同的變數 讓你做出不同的風味的冷泡咖啡了 OK 那以上兩點呢 希望大家這個夏天都可以去試試看 冰咖啡真的是一個夏天很療癒的存在 希望每天都會習慣性的泡一到兩瓶 一方面給自己家人 二方面自己出門的時候也可以喝 好那今天的咖啡送主動電源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希望再來為大家回覆囉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